好,來,我們來看看題目 手持彈簧一端,每秒震動兩次,發現波長0.5公尺 問頻率,問周期,問波數 好,來,頻率 每秒兩次就是什麼? 就頻率嘛 每秒鐘的字就是頻率嘛 所以,就這樣,就二賀嘛 二賀就好了,直接看就知道了,兩賀 OK,解決,小事一樁 容易,too easy 啊,周期咧 老師有說,知道頻率就是知道周期 知道周期就是知道頻率,為什麼? 因為互為倒數相乘等於一 所以,頻率是二,周期多少? 二分之一,單位是什麼?秒 單位是秒 所以呢,就二分之一秒,0.5秒 啊,也多多啦 也多多啦 too easy嘛,對不對? 好,來 啊,波數咧? 背公式嘛 波數怎麼算? 波長除以周期嘛 或者是頻率乘以波長嘛 F乘以爛打嘛 或T分之爛打 我個人不喜歡除法 我比較喜歡沉法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沉的 但你如果愛用除的我也沒意見 所以我喜歡用沉的 頻率乘以波長 F乘以爛打 F就是二嘛 爛打就是告訴我0.5嘛 啊,單位就是每秒一公尺 就解決了啊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簡單基本題嘛 懂得基本意義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周期 有備波數的公式 就把它解決掉了 停車戰界問 圖上面 大家叫做 每秒產生三個波動 這是什麼意思啊? 每秒產生三個全波 這是告訴我 周期、頻率、政府、波長、波數 然後 這個圖上告訴我什麼 這個長是150 那這圖上有幾個波 所以它的波長會有多長 這用圖 剛才是直接告訴你波長怎麼 這用圖告訴你嘛 你看這波長多長嗎 然後就請你算 幫幫幫 幫幫幫 好,第一個 我們一個人問好了 頻率乏墜 頻率乏墜 可愛大帥哥或大美女 頻率 十二 十二 乏墜 頻率乏墜 三吧 三嗎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三 這個 每秒三個波嘛 頻率就是每秒幾個波嘛 已經告訴你說每秒三個波 又是頻率就是三赫嘛 所以答案是三赫 解決 下一個 他波長多長勒 剛才的例題是有直接告訴我波長 現在是你要看圖知道波長 停車戰界問這題的波長有多長勒 可愛大帥哥 有嗎 阿,你不是想問嗎 阿,問你好了,來,起來 起立 波長多長勒 五十公分 請坐下 這個圖上面有幾個全波 三個 幾公分 一百五 那一個 三個全波一百五一個多少 五十嘛 所以波長就叫做五十 OK 很好 那最後就問波數多少勒 阿,有頻率嘛 有波長就可以求波數嘛 公司有備就會阿 阿 阿 來,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 你班有十五號嗎 沒有 櫃班沒有十五號 櫃班三號 三號 大美女 多少 一百五十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單位阿 單位是每秒公分嗎 公司有備就往裡面帶就好了嘛 公司要頻率乘波長嘛 頻率叫做三嘛 波長叫五十嘛 三乘五十加一百五嘛 不會做就自己回去找小學老師阿 喔 所以呢,大概一百五嘛 簡單的 簡單的了解到每個東西的意義 看看圖形 找到所需要的東西 備好波數的公式 往裡面帶 答案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做的最基本的練習 OK